就是这家 这谁家孩子呀 你跟人家长说一声 比孩子走错了 家长担心 阿姨 我说陆远程家的 我爸去打电话了 让我留在这儿等客人 我去上个洗手间 阿姨 洗手间出门又软 走到尽头就到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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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阿姨 请坐 这孩子太懂事了 我爸教得好 我爸教得好 十年前分手了 这个孩子这么大 很合理 他说以后就留在这儿 就是有了家的意思 所有都合情合理 所以归小 你还想找他干什么呢 看什么呢 女厕所在下面 回来 我带你去 不用 我叫你回来 听到没有 不就是当初我甩的你吗 你孩子都有了 还以赴我欠你的态度 做什么 没听见 没听见 回头做什么 人这姑娘不愿意理你 不行啊 那个 别见怪啊 姑娘 这个我们陆队啊 不 前大队长 这两天啊 刚交完辞职报告 闲得发慌 阴阳快心 你不是说 我现在是一个无意有名 怎么 觉得请我吃饭不值了 姑娘 那个别太监管啊 我们陆队啊 说话特别像人 我知道 其实呢 这个陆队 现在也是在犹豫 要不要回北京 要犹豫着呢 也不能说是无业游民 最多算是短期失业 不一定回去 带着老婆孩子回北京 挺麻烦的 弄户口也麻烦 你要是有什么 需要帮忙的地方 可以找我 看来你儿子 又搞鬼啊 我这是你爸 那么怕你 怎么能跟你使坏呢 也背不住 最近长大了 有点胆肥了 姑娘 是这样啊 姑娘 别见怪啊 那个呀 是我儿子 我儿子啊 知道队里光棍多 一到兄弟们相亲的时候 就使坏 管这个较爹那个较爹的 整跑了不少姑娘 不好意思啊 原来那不是你儿子 好可惜 他好可爱 他可爱 那臭小子鬼见仇啊 对了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金明宇 是陆岩辰大队的 那个臭小子是我儿子 叫秦小楠 归小 不是要去厕所吗 忽然不想去了 你儿子 你们好 你小子不又使坏了 得 全搞错了 来 快给归教阿姨道歉 阿姨 我错了 没事 没事 都别站着了 快坐吧 坐 诶 陆队 快 请坐 我对这儿的饭店不太了解 看点评挑的 菜呢 我就让老板上的招牌菜 都没问题吧 陆队 您有忌口吗 他没有 没有 知道了 只要喝过来 我也不想乱 你去吗 还不想乱